刚过了年 天气还是冷到不行 路上的鸡雪 攒了一个冬天 那鸡的老后啊 这种天气 大家基本都猫在屋里 根本没有人会在大半夜的 来到这大雪覆盖的荒山中 如果有一个倒霉鬼 那也就是命苦的我 天寒地冻的 我又被坑涂地的阎老九 我给叫了出来 不过啊 那天我还没走到阎老九的家呢 就在山路上遇到了他 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正在路上 专心地鼓着着一条长长的绳子 师父 你干嘛呢 真笨 这还看不出来吗 我当然是在做陷阱啊 师父 抓兔子还是抓野鸡啊 这次咱们是红烧着吃吧 一听是陷阱 我立马就来了精神头了 说实话 我就喜欢射圈套捕猎这种事啊 哎呀 你就吃到吃 我这陷阱 那可是抓人的陷阱 啊 师父 那你又要害谁啊 不过呀 这阎老九却说他设这个陷阱 可不是为了捕猎 而是为了套人 这老家伙 疯疯癫癫的 也不知道他哪句话是真的 安排好了陷阱 我跟在他的身后 一头钻进了林子 师父 咱们要等多久啊 嘿嘿 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烟老九捋着绳子 领着我躲在了一棵大树的后面 也不知道他到底在等什么 本来就天冷 在树下小风一吹 我就有些尿急了 师父 那我先去撒个尿吧 天气太冷了 我憋不住了 哎呀 你这懒驴上磨的 等一下啊 来了 刚想出去方便一下的时候 颜老九却嘘了一声 说猎物已经来了 果然呢 就见山路上 摇摇晃晃的 走过来了一个人 蒸啊月啊里啊 蒸啊月 蒸爱 等走进了我一看 这人我认识啊 叫猴长喜 外号 醉鬼猴三 我和妹妹去关灯啊 啊啊啊 手带着放风筝啊 哎呀 啊啊啊 这家伙 人其实不坏 但就是爱喝酒啊 整天是迷迷登登的 三十多岁了 还没娶上媳妇 师父 这是醉鬼猴三啊 我知道 你别说话 其实啊 这个猴三对我还真不错 平时经常给我点好吃的 我还真担心颜老九要欺负她 小妹妹 放的是猪爷们猪八戒 我来放一个孙悟空啊 猴三啊 这今天不知道又在哪喝多了 正哼着眉边的小曲 这摇摇晃晃的 就走到了陷阱的跟前 看他走进来 阎老九把手里的绳子一拉 那绳子立马就崩直了 猴三本来就喝得迷迷登登的 这走路也是晃晃悠悠的 不稳等 根本就没有注意脚下呀 哎呀 这一下被绊了个正着 身体一下就失去了平衡 摔了个狗吃屎 哈哈哈哈 哎呀 还等你半天了 阎老九一见得手了 这嗖的一下就蹿了出去 我只好也跟着跑了出来呀 没想到啊 这老家伙一跑到猴三的跟前 就在人家的身上摸索了起来 师父 你有话好好说啊 你可千万别耍流氓啊 哎呀滚蛋 其实我当时啊 真的挺担心的 毕竟天冷地硬 万一再把猴三摔出来个好胆 那可怎么办呢 可走到跟前 我差点没笑出声呢 原来这处的积血很厚 猴三啊 并没有摔坏 而是就地趴在地上 那呼呼地大睡了起来 更让我无语的是 这盐老酒摸错了一顿 竟然把猴三的酒壶给摸了出来 然后他非常不要脸地 把猴三的酒壶里的酒 倒进了自己的酒壶里 来来来来 到我这壶里了 别浪费了 师父 你这样偷人家的酒合适吗 我这个气 大晚上的你把我叫出来 还设什么圈套 你竟然是为了偷人家的酒啊你啊 而且还不要脸地把这事啊 赖到我的身上了 哎呀我 我能怎么办 你不孝顺我 还不许我自己动手啊 师父 你强词多理 我告诉你 猴三是酒如命 要是知道你偷了他的酒 他是不会放过你的 猴三啊 我太了解了 你把他家搬走了 他都不太在乎的 但是啊 你要是动了他的酒 他绝对是会发疯的 听我这么一说 那烟老酒突然转过头 一脸阴险地看着我 盯得我是一阵阵地发毛啊 你看我干嘛 我可没有办法 我告诉你啊 上次他就因为酒 被人家撒了 发起风来 那可吓人了 哎呀 那这 这可咋办呢 看了半天 又低头瞅瞅他的酒壶 嘿嘿 有了 有了 生子 我有办法了 然后 他一转身 揽着我的肩头 说他有办法了 说着 就把我拽到了路边的小树林中 快 跟我来 师父 这样不好吧 来吧 师父什么时候害过你啊 是不是啊 好多次了 我发誓啊 当我知道他的主意后 我一开始 我真的是拒绝了 可是啊 最后我还是没有顶过 盐老酒的威逼利诱 他出的主意啊 就是让我用尿 把猴三儿的酒壶 再给他装满了 再说了 你这尿啊 是好东西 咱们也不算坑的 嗯 师父 那你说 我这么好的东西 要不 我也给您灌一壶吧 哎 哎哎 不用 不用了啊 这种坑人的馊主意啊 天底下 除了盐老酒 那没人能想得出来呀 哎呀 好了 你看 哎呀 这还热乎的 我这一尿完 盐老酒 就忙着把酒壶 盖子给扣上 提着酒壶 就跑出了林子 他把那装满了尿的酒壶 又重新挂在了熟睡的猴三儿的裤腰上 把酒壶挂好后 拉着我又跑回了树林里 师父 他在这睡 那一宿 那非得冻死不可呀 进了树林后 为了叫醒猴三儿啊 我喝盐老酒 也是煞费苦心 我跟盐老酒啊 握好了一个个雪球 争先恐后的 往猴三儿的身上砸去 我打得可准了 师父 哎 你看我的吧 要说这扔雪球啊 还是盐老酒技高一筹 一个超大个的雪球啊 一下就砸在了猴三儿的脸上 猴三儿被这一砸 顿时就一个机灵醒了过来 晃了晃 还有些发蒙的脑袋 慢腾腾的从地上爬了起来 不过呀 这家伙今天明显是喝得太多了 拍了拍身上的雪 啥事都没反应过来 小妹妹放的是张爷们张俊瑞 押我来放一个吹扬扬啊 仍然是啊 这一步三晃 摇着这个小曲就走了 看着猴三儿那没心没肺的样子 我提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这家伙估计一时还真发现不了酒壶的问题 师父 他真的醉得不行了 竟然啥都没发现呢 走吧 一会儿我们还会再见的 我那时候啊 毕竟还是个孩子 因为这个恶作剧成功了 我心里还有一阵的窃喜 但是啊 阎老九说一会儿还会再见的 那估计这出戏啊 还没有唱完 咱们再来说说那个猴三儿啊 此时他是晃晃悠悠的 已经走到了山脚下的小树林旁 猴三儿啊 今晚去邻村的一个朋友家喝的酒 都是好喝酒的朋友 那酒啊 是真没少喝 再被凉风这么一吹啊 那酒劲全都顶到了脑门子上 他正头重脚轻地走着呢 突然看到有个人影站在路边 猴三 猴三 是我呀 而且 这人见猴三路过 忙着热情地打起了招 哎哟 是大海啊 咱们可是好几年没见了 是啊 我搬到邻村去了 他正是自己前几年最好的酒友 刘大海 这刘大海啊 跟猴三儿一样 整天就喜欢喝大酒 从前呢 这两个人几乎是天天腻乎在一块 三哥啊 走啊 大过年的 去我家喝两杯 此刻见了面 那真是亲得不行了 非拉着猴三儿去他的亲家里边喝酒 三哥啊 我现在有钱了 请三哥吃得好的 啊 大海啊 你发达了 刘大海一热情 猴三儿啊 还真有些不好推死了 毕竟 两个人真的是好几年都没见面了 走吧 我预备了两瓶上好的老白肝啊 是吗 太好了 一听说有好酒 那猴三儿的蝉虫又被勾了起来 哎 这里怎么还有个村子呢 早就有了 三哥 刘大海啊 搂着猴三儿来到了树林后面的一大片房子跟前 三哥你看 那个就是我的家 哎呀 你是真发财了 这房子还挺气派的哈 说实话 猴三儿是本地人 这会儿啊 也有点懵了 他从来没记住啊 这里怎么还有个村子呢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三哥 客气啥呀 赶紧进屋 可是啊 因为他醉得不成样了 也没想那么多 跟着刘大海就进了屋 可一进屋啊 这猴三儿就被那一大桌子的好酒好菜给弄傻眼了 哎 你小的可以啊 这酒菜走得也太好了 这一桌子的好菜啊 对于平时只有花生米下酒的猴三儿来说 简直是做梦才会出现的情况 三哥 我给你倒酒 啊 好啊 来 两个人做好了 刘大海忙着给猴三儿倒上了酒 三哥 你多吃点啊 多喝点 千万别跟兄弟我客气啊 啊 好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猴三儿啊 被眼前的美食 馋得口水都流出了老长 这会儿啊 是真的忍不住了 上去就撕下了一条大鸡腿 啃了起来 啃得是满嘴流油啊 大海啊 你别管看我吃啊 你也吃啊 猴三儿啊 这是又吃又喝 可对面的刘大海 却一直没动筷子 三哥 不用管我啊 我天天吃都吃够了 你小子说话 可真客气啊 猴三儿也没客气 甩开腮帮子 踮起后槽牙 这一顿吃啊 可是 慢慢的 猴三儿发现了 有些不对劲 这么好吃的东西 他怎么觉得 一点香味都没有啊 大海啊 你这手艺也不行啊 这烧鸡怎么 味道不香啊 不仅没有香味 也不知道自己的嘴巴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竟然觉得 有点腥臭的味道 正当他心里犯嘀咕的时候 猴三儿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景象 也有了变化 眼前的猴三儿和周围的环境 不知道为什么都扭曲了起来 周围的一切都开始变得虚幻了起来 给人一种悬晕的感觉 刚开始 猴三儿以为是自己喝醉了 有些眼晕 于是 他揉了揉眼睛 又向四周看去 可他这一看了 他就彻底傻了 自己哪儿是在屋子里边和流大海喝酒啊 自己分明就是坐在一片大坟地里面喝酒啊 猴三儿啊 突然又感觉到嘴巴里边黏答答臭烘烘的 他下意识地向自己的手里看去 啊 他这一看 差点把他的魂都给吓飞了 那酒劲儿立马就醒了一大半 自己的手中哪里是什么大鸡腿啊 分明就是一块又臭又黏的烂泥巴腿 与此同时 猴三儿又注意到 眼前的坟墓墓碑上 竟然写的是流大海的名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还没等猴三儿想明白 突然他的肚子又是一阵阵的脚痛 疼得他呀 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猴三儿这会儿终于明白了 自己恐怕是遇到了脏东西了 而且啊 自己又吃了这一肚子的烂泥巴 怎么会有命在啊 啊 疼 哎呀 疼死我了 这剧烈的疼痛传来 让猴三儿一下子就跪在了地上 他眼前一阵阵的发黑 眼看着这小命就要交代了 疼啊 救 哎呀 救 救命啊 就在这时候 我和师父及时地赶到了 猴三儿听到有人来了 强忍着疼痛 战斗地开了口 赶紧喝两口酒吧 喝两口就不疼了 阎老九也没含糊 张口就告诉他一个能活命的办法 可是我却在一边听得直心虚啊 猴三儿听到阎老九的话以后啊 嗯 觉得非常有道理 这恐怕也是所有酒鬼的痛病啊 呃 呃 呃 你瞅着这半壶就进去了 嗯 不对啊 尿 这是尿啊 可是喝了一大半以后啊 这猴三儿啊 也终于反应过来了 这酒壶里边怎么一股子尿骚味啊 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因为知道自己喝了尿恶心的 还是说我的童子尿啊 真的有什么特殊的功效 哎呀 就见猴三儿跪在地上 就哇哇的大吐了起来 几乎啊 连那苦胆都要吐出来了 呃 呃 再一看 那猴三儿吐出来的东西啊 哪里有什么饭菜啊 全都是黑乎乎黏乎乎的脏东西啊 我和师傅 一直看着他吐完了 才来到了猴三儿的身后 好了 哎呀 你这条命啊 算是保住了 哎 这这不是小生子吗 啊 猴三说 猴三啊 这时候认出了我 跟我打起了招呼 可是我因为心虚啊 说话呢 飘得要命 哎呀 谢谢 谢谢你们救了我啊 好在啊 他并没有发现那酒壶里边的尿是我干的 不过 此时他倒是反应过来了 是我们救了他的命 猴三儿啊 以后少喝酒啊 好好地过日子 别跟我这个糟老头子一样 阎老九这语重心长的话 说的是好话 不过这话呀 从他嘴里边说出来 我是怎么听 怎么别扭 可这猴三儿显然是没有听进去 对他来说 对他来说 借酒那真是比要了他的命还难呢 啊 行 我尽量少喝点啊 看着他那不长记性的样子 我恨得牙痒痒 可是 又拿他没有办法 师傅 他吃了这么大的亏 还不长迹象 真是的 放心吧 他以后啊 都喝不了酒了 师傅 为什么呀 因为你的尿呗 没想到 阎老九真没说错 听说啊 这醉鬼猴三儿 从这以后 还真的再没喝过酒 不是他不想喝呀 而是只要一喝他就吐 总觉得嘴里边有个尿骚味 以后啊 也就不喝了 借了酒啊 他人也变得勤快了 日子是越过越好 后来还娶了个媳妇 他结婚的时候 我那个感叹呢 师傅 我这尿 这么好 那我也给你尿点吧 滚蛋 师傅 您看 我这不是孝顺您吗 留着孝顺你爹去吧 没想到 我的童子尿 还有这么大的功效 我走 因为你被你chool的 多个人 还是挺好的 小独子尿 啊 我的楼子尿 我说 还可以